好了 首播各位觀眾 目前記者所在位置 就在台北市的丹安區 和平東路巷弄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旁邊 這一棟的鐵皮建築 是整個坍塌了下來 實在是非常的出目驚心 那麼這一棟建築 其實是當時台電餐廳 租給身間超市所作為 機房使用的一棟建築 早上住戶突然聽到 一聲喉嚨巨響 跑過來看 竟然發現是這麼場景 那我們聽聽稍早的訪問 六點多一陣風很強 一聲非常大 我以為是我們中庭垮掉 結果我早上起來看中庭 好好的 沒事 我就想要再回去睡覺 結果住戶跟我講說 後面整個牆垮下來 我趕快來看才發現 殘測這麼嚴重 整個花園都被壓壞 門都壞了這樣 好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種大樓的主任委員 其實是非常的擔心 他現在身上頭上 還帶了一頂安全貓 就怕風如果一大的話 這個鐵板都是非常的搖搖欲墜 又怕會砸落下來 他們當時第一時間 通知了台電以及消防隊員 但是由於這個工程 實在是非常重大 而且難以界定說 到底該怎麼才履清這個責任 因此就只能先放在這一邊 無法去做任何的處置 但是其實這一邊 是他們住戶的一個出入通道 尤其許多老年人 因為行動不便需要坐的輪椅 但是這樣一垮下來 馬上就堵住了他們的出入 因此導致他們 其實生活上面的行動方面 也是非常的不方便 他們就非常擔心說 如果現在雖然蘇迪勒已經出海 中心已經出海了 但是加上附近 還是有很多的強風 一直陣陣地吹來 萬一如果又再發生更嚴重的意外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以上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 將近的還給彭內主播 好 謝謝唯一的連線報導 我們在後面中看到的是 台北市的大安區 竟然也出現了 鐵皮屋崩塌的狀況 那麼也請當地民眾 要特別注意自身安全